大家好,又是向左望的節目時間 也很感謝阿澤幫我們做這個首語的翻譯 我想今集最主要的內容就是 搭了長毛信箱的其中一封信 就是吳先生的訊息,交給長毛 吳先生是很多時候寫信 他寫了一封很簡單的信給我 就是叫長毛先生,黃博士 你好,謝謝你們的答覆 早幾天有人倡議 每個政黨都邀請人或加入 邀請人加入行政會議 想問一問黃博士有沒有興趣呢 長毛先生說,整萬年會否派人入國呢 謝謝吳先生 有人倡議,每個政黨都邀請人加入 行政會議,即是每個政黨都可以 問政府分一個位置 就放進去 是不是那個政黨的人都沒有所謂 如果照理事面說 我覺得在現在這個階段 加入行政會議 真的與虎謀棄 其實沒有什麼可以做到 那就當然不會加入 其實很簡單的 因為這個立法會和行政會議 有一點點的分別 就是行政會議是一個統治的機關 但是他擁有行政權 他做每一件事都會影響市民的生活 而這個行政會議也是由責任權去委任的 他其實就是一個 統治香港的一塊橡皮童章 也是特區政府和有勢力人士有錢人的分贓會 一個人加入,這樣就沒有用 只會令自己更加面目模糊 所以就不應該加入 其實很簡單 你舉個例子 好像保守黨和自由民主黨的聯合內閣一樣 保守黨在上一次的英國大選 就拿不到那半數 所以就要和自由民主黨合組一個聯合政府 現在人們就知道錯了 因為投了票給自由民主黨的Liberal Democrats 那班人就覺得自由民主黨在它競選之時 說的東西沒有做到 競選之時沒有說的東西有做到 就是削減福利和政府開支 就是這樣作為一個保守黨救市的一部分 因為保守黨都有用這個量化寬鬆 但是另一方面是削減窮人的福利 就是拉豬賠狗 所以你看到其實你加入一個統治集團 裡面很難說獨善其身 亦都有時身不由己 固然這個自由民主黨和保守黨的分別不是太大 但如果我們跟特區政府的分別那麼大 加進去就是賺花氣 可能要回應 就是這樣 他沒有興趣 不是有興趣問題 問題關鍵就是 整個行政會議本身背後的歷史或制度的根源 究竟最主要都是一種 我們會相信是一種透過社會上吸入一些 透過社會上吸入一些 透過政府吸入一些精英 或者一些有影響來進入行政會議 希望其實要遵守行政會議規則 譬如說這個集體負責制 所以我想不是有沒有興趣問題那麼簡單 而是最重要的就是 回到香港政治的其中一個死結 就是不是行政會議 每一個政黨都有一塊餅 去到投票的時候大家會做那麼簡單 就好像回到80年代的時候 基本上行政立法 兩個議員基本上就是重疊了 於是基本上 立法會的投票意向 基本上就是行政會議 就是行政局的翻版 所以這裏我想都可能都回答了吳先生 就是對於現在那個 就是那當然現在 每天都有人說這一樣那樣 關於香港政治的發展 但是如果你有看過那麼多習慣左望 其實反而我想你都會留意一下 就是由現在去到明年2012年 就是曾蔭權落台為止 就是特區政府本身那個施政那方面 那個進一步的偏差 就是究竟對於長月香港政治發展 就是有甚麼影響 反而這一方面是更加重要的 有沒有補充 還有一句就是 他有一封東西就是 就是長毛先生王博士 他就說 他就說 引了一句就是 不在沉默中爆發 就在沉默中滅亡 好句 小弟會繼續支持向左望 其實這一句話 都在三月發生的 這句話就是 魯迅先生寫了紀念 劉和珍君最後來那段的說話 就是 這個3月18日 我記得應該是1926年 段祺瑞就派了那些他的大刀隊 他就去鎮壓這個學生運動 在那個 在那個 都軍府門口 就屠殺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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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魯迅先生 就 寫了這個 紀念 劉和珍君 其中一句的名句 就是這樣 好了 跟著 其實今日最主要的話題 就是針對一位 就是 人興那名叫彭青華 那大家有留意到 最近中聯辦 都很積極參與香港事務 那當然其中一件事就是 出席不同形式 由本地團體搞的一些 一些 一些場合 那 其實為何今天講這個題目 就是適合未錄之前 同場方說 通常 大家知道這個節目 即是出席之前 都是 剛才跟長毛來到 跟著談談 接著有些甚麼 然後 我覺得其實彭青華 可以成為今天 我們批判的對象 所以我不知道 彭青華有沒有看 或是聽他的節目 或者如果有關人士 知道有這個訊息 麻煩將這段片 給彭青華去看 好好反思一下 他自己的所作所行 那 就 正說 我剛才說 不再沉默中 爆發 就在沉默中滅亡 這句話 就是 在當時 我們的國家 還有軍閥統治之下 就是 國民黨 國民黨 和共產黨 想去用戰爭的方法 消滅軍閥的時候 寫下來 今天 固然 在香港 就未必 像當日那樣 那些人覺得 要有一個很快的轉變 或者殘暴的程度 還未及到當日的軍閥統治 但是 基本上都是一樣 就是 香港是沒有權 那些權就落在一小撮人身上 如果 不再沉默中爆發 就是沉默中滅亡 是對的 就是今天 香港 某個程度上 都是這樣 所以 彭清華 和其他 中聯辦官員 最近 頻頻 出鏡 那位 副主任 我都不記得叫甚麼名字 不記得了 他很自衛 很風吹 說話 隨時 80後 或90後 可以見面 那位 我都不記得叫甚麼名字 不用記憶 我基本上 就說了大論 如果彭清華 那麼主動 去發表 他更加 我們看到 就是 在 香港的 以色情態的 爭論 或者政治上的 鬥爭 中聯辦 更加扮演 一個 活躍的角色 就是更加 有一個主動的角色 就是他出來定調 是吧 那 彭清華說的話 當然好聽過阿珍說話 阿珍說話 有一句沒有一句 要不就 發負氣而已 發負氣而已 基本上 就是叫做挑戰政權 當然 這個彭清華沒有說挑戰政權 他就說 其實他只有兩點 第一就是 現在中國政權是值得支持的 他在那個 講話裡面 這個講話 就是 一個私人的場合裡面 就是說 十二五 國家發展與青年責任 他教導香港的年輕人 在這個中共通過了十二五計劃之後 如何自處 他有什麼責任 和這個十二五前前後後的國家的發展 是亂上關係 是吧 其實 他說的話 就沒有多少 第一 就是 中共建政之後 有輝煌的成就 尤其是最近 這三十年 即是 跟回 在 中共建國六十年 那時候 前三十年後三十年的提法 就是說 前三十年可能有些缺點 但是開國 開國之功不可沒 前三十年有缺點 後三十年就不同了 是一片昌盛繁榮 這個就是這樣說的 所以 彭清華說 以前 清朝很慘的 我們 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 是一大公職 如果三十年 過去了 他就說 我自己 這個少年時候 就是在牛背上面生活 即是 放牛 即是開牛 到處都有紅衛兵運動 文革 接著 再成長的時候 就是 開放改革 他有機會讀書 有機會識字 接著 現在我們看到 尚俄升天 神州升天 尚俄奔月 有奧運 有細博 說來說去 就是四大形象工程 當然 他中間有一個問題 就是 中國的人均收入 或者GDP 是 漲得很快 舉舉例 現在一天的GDP 等於以前一年的GDP 1.6倍 就是 吹牛皮 其實那個問題 在於甚麼呢 第一 他講來講去 就是 前三十年 中國的經濟發展這麼差 是甚麼原因 或者後三十年 中國的經濟發展 有了K型的繁榮 又為何搞到一個 所謂大國崛起 仍然存在著 那麼多 種種的社會問題 貧富懸殊 是越來越嚴重呢 這就是他沒有答到 他只是這樣說 他走一走這個過場 在滿清的時候幾慘 我們 到我們見了國 頭三十年雖然間衰 但我現在後三十年好 所以大家要感謝共產黨 其實他講來講去就是 幾句說話都講了 就是 翻身不忘毛主席 幸福不忘共產黨就講了 他最重要的就是 講現在這三十年 我覺得其實機遇很大 我們的國家發展得很厲害了 所以有了十二五規劃之後 大家就不要亂搞了 尤其是 這個十二五規劃 可以記住一件事 十二五規劃是 將第一次正式地 將香港納入了 這個中國政府的五年計劃的規劃裡面 所以其實他說 我醒你 我醒你的時候 你還想怎樣 大陸政府 中共政權 醒大家 香港年青人應該怎樣 所以他說 其實你不能亂做 尤其是 你行使自由的時候 你是要不妨礙他人的自由為主 令到世界上所有人都明白 香港不單止有自由 亦更加有善用自由的一面 大致上這樣說 首先第一件說 共產黨在說 過去60年的變化很大 我當然不會否認 到底過去60年的成就 我們真的有成就 我不要說其他 到底是否我們要多謝共產黨 因為共產黨多謝人民呢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值得討論的問題 就是 壞的就不算下去 好的就算自己 好共產黨 所以不關我事 很簡單的問題就是 如果 有一天 現在彭清華這樣說 喂 現在我們三十年 很好 來之不義 你要珍惜 這個說法 在其他國家是不會有的 因為布殊落台後 就不會說 記不記得我 如果沒有我 沒有我怎麼行 奧巴馬 落台又不會說 沒有我奧巴馬 你怎樣 你怎樣 你一定要多謝我 為何你不選我 是來之不義 是來之不義 就是 就是這樣 所以其實 你看到奴才心態 就是彭清華 奴隸主的心態 非常之厲害 就是說 如果沒有共產黨 中國不會有今天 我問就是 如果沒有共產黨 中國又會不會有 頭過三十年的事情 就是說 餓死幾千萬人 三年災害加上大躍進的錯誤之下 又或者會不會有幾百萬的知識分子 去了北大坊呢 又或者會不會發生文革這件事呢 它是不用問的 那這些這麼多種的東西 其實就是一黨專制之下 最少作為一個主要原因 是令到壞的環境變得更加壞 就是這麼簡單 我當然不會否認有天災 或者有帝國主義圍堵中國 這件事 就是不用說的 但是問題就是 怎麼會一壞而再壞呢 這個就不用回答的 是不是 我覺得 彭清華 在講這個問題的時候 他非常之不公運 好的就是共產黨 不好的就是共產黨 或者是我們不要不要緊 我們有自我修復的機制 我們有自我更新的能力 不用你們講 如果講的後果是甚麼呢 就不用講一遠 就講燕雲菲和劉彥彬 不要講到劉彬眼那麼遠 我想請問 如果他立論是成立 香港人如果有示威時候 就不要衝擊政府 不要用公民抗命的時候 那劉彬他們起不時應該不用坐牢 根本不用 因為他行使言論自由 就只一樣 就是講話 如果行使言論自由 有條件的 怎樣講 在哪裏講 講甚麼題材 都要管起來 無言論自由 所以其實 在某程度講 中共連續 三個人這樣去迫害 劉彬眼 就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論罪 劉彬也是 一個是十一年 一個是十年 那怎樣搞呢 還有 陳文有沒有監督政府的權利呢 有 用言論去監督政府 是雙重行使憲法 就是憲法有言論自由的權利 我們是有批評和監督政府的權利 用兩條 即是中國憲法的條文去做事 一樣是照拉的 我想請教 就是在習近平那裏 是否又顯現了 中國不單止是無言論自由 亦都有一個善於、敢於、勇於 去壓制言論自由的政府 特顯示這件事 是否這樣 是否 還有一件更加離譜 我覺得 最近四川人 那麼多個省市 四川是國中之國 大家都知道非常大 天府之國 有中國十分一的人口 有一個剩下的香港大陸 照計反對派運動應該是多的 但為何只鎮壓四川呢 為何四川省這麼下力呢 其實這就顯現了 現在中國 是不像彭清華這樣說 是一哥無聲平 而反映了一黨專制的腐敗 和殘酷 為何這麼說呢 第一 就是固然中共現在協於 沒理化運動 協於劉曉波拿到羅佩奧和平獎 可能帶動到國內人 要爭取民主自由的決心 和鬥志 它固然是全面靜壓 為何四川要全面靜壓呢 原因是甚麼呢 那班人又是行使了雙重權力 就是有權監督政府 有權發表言論 有權批評政府 所有四川那些人 都是跟追查豆腐渣工程有關 所有四川的維權人士和異見人士 必經一樣的是追查豆腐渣工程 所以一拍適合 上有就是要全面鎮壓 下有就是我要報復 你問我責 你問我責 如果一般的時候 我就沒有拔來不來 如果一說風吹走動吹雞 說要拘捕反對派 拘捕政治犯的時候 他便立刻做 你可以知道 即是說一黨專政 好像我現在穿這件衣服 來看看 撤查豆腐渣工程 開放嚴禁黨禁 就是我兩年前 特意做一件T衣服 準備穿上四川 他都不讓我去 因為我是香港人 是一個立法會議員 他就不讓你去 而 尹文飛 劉彥斌最近拘捕這兩位 一個判一個拘捕的這兩位 加上譚作人王奇 全部都是四川被人拘捕 就是他們追查那個豆渣工程 是吧 所以彭清華都在講 講甚麼呢 講這個責任倫理 即是他說你有這個支持 有這個支持國家的義務 因為你沒有這個尊嚴 因為國家沒有尊嚴 如果國家沒有尊嚴 你一定沒有尊嚴 沒有人權 這個邏輯就是這樣說 我想請問 就是這個 這個 彭清華 到底中國 是屬於人民 屬於黨 到底人民需要感謝黨 因為黨應該感謝人民 對他的支持 如果黨是要得到人民的授權的時候 如果人民不選他 他有沒有可以執政呢 有甚麼理由他執政了六十幾年 他講過的東西 他講過的東西是錯的 人家批評了他 有些人講過的東西 又是錯的 他做了 他可以繼續坐在那裡 很簡單 因為是經生講過的東西 他有做 就算說經濟開放 我們先不要講現在 中國這種官商勾結的國家資本主義 過渡到寡頭壟斷的金融資本主義 是合不合得到 其實很多人都有講 為何就單單就是 這個共產黨執了人口水尾去做 就是榮華富貴 其他人就不是 反而要坐牢 這真是一個 彭清華是不會達到的問題 即是說到底 講到倫理道德 這個倫理的責任的時候 到底是國家作為一個人民去建構的物體 是體現人民的意志 還是人民有一個倫理的責任 是去令到國家更加尊制 更加臣服於國家之下 任由他載割壓迫 這個彭清華要答的問題 所以他一答就答不到 他就講講利比亞 你看看 即是利比亞的問題 利比亞的人以為西方設立的禁飛區會保護到他 但不知道炸彈在他的頭上 這樣講 其實中國人都是這樣 他是共產黨會照顧他 是不知道共產黨會圈地 那些農民是不知道共產黨會圈地 共產黨在革命的時候 和人民的承諾 哪一點是真是淺倒落 即是真是實現到 很簡單就是 國家憲法的根本大法的第二條 就是中華人民國有權 屬於全體人民已經不是 是吧 中共叫人家打土豪分田地 現在結果是甚麼呢 就是打土豪分田地 他再收回 搞人民公社搞到餓死人 然後再現在由國家擁有 國家擁有之後 就賣給一些土豪劣生去搞地產生意 到底他打土豪分田地是甚麼呢 是這個打田地做土豪 或者是甚麼呢 這個盤青華說的就很離譜 跟著他又不方轉就說 既然現在十二五計劃那麼大鑊 那麼好又有高鐵 那樣東西令到大家可以享受那麼好的生活 繁衛生活 那你還去示甚麼威呢 你示威的時候為甚麼要妨礙他人的自由呢 其實我想他指就是 最近一兩次的公民抗命 或者以前的衝突 很簡單 公民抗命就是因為制度太過腐敗 你這個基本的政治制度 形成了壟斷權力的一小撮人 可以憑著這些特別有的特權 更加將這個社會的資源和財富掠奪 這個就是個問題 所以才會有第一就是爭取普選的運動 第二就是就著社會不公義而實行的直接行動 即是直接要表達低壓階層的訴求 而不是訴諸代議政制去幫他表態 直接的動員直接的抗爭 這個彭清華在這裏這樣說的時候 又說了甚麼呢 他說國家沒有尊嚴 人民是不會有尊嚴的 如果人民沒有尊嚴 國家是沒有尊嚴的 如果人民去買奶粉吃 是買到三聚清安 而再去追討的時候 那個虎主是會被人當作是尋釁滋事 再去坐牢 這個國家都沒有尊嚴 人民是哪有尊嚴的 人民的尊嚴已經被人剝奪了 國家還有沒有尊嚴呢 是不是 這個真是彭清華是要 其實很簡單 上次我這樣說 國家是甚麼來的 國家是人造出來的 人造出來的東西 可以為人服務 亦可以令人受苦 尤其是當一黨專制 即是由七千多萬黨員 去控制一個黨機器 然後再站在十三億人民的頭上的時候 很明顯 彭清華所說的所謂國家 其實是一個 不是一般意義上 我們說 一個從公共利益體 大家去決定自己命運的一個政權組織 而是鎮壓異己 為了維護自己的一黨專政 和特權私利 而去鎮壓他人的國家機器 那有甚麼來的外國國家 他這樣說不通 是否 長毛對於彭清華 在所很多分鐘的批判之後 輪到我再加多隻腳 如果你看回其實由回歸以來到現在 在駐港的中央官員裏面 其實都有不同的官員 對香港的政治社會都有些評價 某程度上 其實不多不少 如果將以往一些評價 做一些比較有系統的歸納 其實可以得出以下幾點 第一件事就是 很多時候你會見到 中央官員對香港是非常重視 但是那個重視本身 究竟是重視香港人那種 就是獨特的核心價值 還是視香港作為一個 幫國家發展的一個期指 或者一個手段 所以從這個角度看 就是說 當然可能我們會說 回歸頭幾年 香港仍然都有一個優勢在那裡 但是其實隨著中國的經濟 那個強大的發展 很大的投資 或者相對因為金融風暴 香港作為一個開放式的經濟 而令到香港的經濟受到一個很大的衝擊 而慢慢影響力衰退的時候 到頭來 就是經濟重要性的華語 那個華語已經轉變為一種就是 就是說 中香港要靠中國的經濟發展 來重新崛起 所以其實由很多年前所說的 就是緊密經濟合作協議 或者甚至說到自由行 甚至說到現在 香港在中央的計劃經濟裡 都要單單一個角色 或者甚至希望從中得到一些好處 令到香港好像欠到中央人情 這是其中一個大家可以留意的東西 其實彭清華在說 人民的尊嚴說到海外 即是說利比亞 就是北非 就是北非 當然他在引利比亞的時候 這個卡達菲當然不及得中共 因為卡達菲 其實那個專制都未夠五十年 而共產黨的專制已經六十幾年了 其實彭清華就不用說卡達菲 他怎麼評價卡達菲 我不知道 很簡單 第一就是說 卡達菲 即是軍事政變之後 專制這麼多年 到底應不應該被推翻 共產黨沒有回答 他就說不是 因為卡達菲是專制 如果人家推翻加拿菲 如果引起了戰聯的西方國家 就說為了打起救援利比亞人民之名 去施行禁飛 但實際上軍事駕駛和炸死利比亞 我想我大致上 我都不希望西方軍事介入利比亞 其實這個你看到是行不通的 伊拉克和阿富汗都是不通的 但這個不等於彭清華說的話 是對的 因為跟隨著中國資本的支出 其實中國在外國都有影響力 譬如在達科這個國家 他為了保護自己的投資 在那裏拿到自然資源 其實他想得中共是默認軍事獨裁 是殺自己的人民 就這樣簡單 也說回現在流傳世界各地的雞 和黑奴、黑色地下勞工 難道也是共產黨沒有份造成的 或者是共產黨看到在外國大支擺闊 即是那些國際大款 太子黨、群大黨去那裏大筆一揮 例如曾慶紅的兒子曾偉一買 一買一幾銀就這樣浸浣水 買了一間雪地大屋 這些在輸出的勞工 以至到黑工 以至到妓女 是怎樣發生的呢 這不是中共解決不了三龍問題 而引起的問題是甚麼呢 或者近到就是大量的 在廣東的婦女為求溫飽 嫁給香港的窮人 下來引起朱總的社會問題 他們個人的問題是甚麼呢 彭清華要不需要他們召喊中共萬歲呢 另一方面 可能大家都會留意到一樣東西 就是彭清華只不過作為一個案例 去看中央怎樣看香港 其實很多時候你會見到 他對一些中國內部的政治問題 完全是不看 避重就輕 其實反而很多時候 就不斷強調共產黨的成就 沒有了共產黨 這個世界就會滅亡 沒有了共產黨 中國就不會強大 沒有了共產黨 香港就玩完了等等 所以如果簡單些 你從這個邏輯去看的話 其實中間過終一些 就是剛才長毛分析過的一些說法 其實很多邏輯上面的謬誤 又或者其實就是 只不過是一種政治的宣傳 所以很大程度上 你會見到彭清華某程度上 都是用回以前的稿 更新資料 然後安序的名字上去 就讀一次 當中央對香港人的一些觀感或期望 透過這些場合去說出去 但我想其實有一件事很重要 就是為何這陣子 就是依官員頻頻頻出動去訓示香港人 其實都是跟香港曾蔭權的統治去到尾聲有關 那很大程度上我都會相信 就是因為中央都見到曾蔭權都已經差不多 等於遞了信 還有幾個月不做 然後又抗攻又屁屁屁 又玩屁屁 所以某程度上我都很相信 其實中聯辦都要受到中央的一個指示 就是某程度上見到香港一些反對勢力 聲音抗爭抗議都要出來要叫停 就不要令到局勢不受控制 在他們手上 其實當然現在是一個非常之關鍵的時候 要講香港 即是中港兩地的形勢非常之關鍵 因為這個 中共在兩發寬鬆之後 它的通脹危機是非常之嚴重 它現在第一個就是要衡量 第二就是西方的資本主義國家 尤其是G8裏面的成員國 G20的成員國經濟衰退的時候 它面對的壓力就是它的出口貨品會雷減 第二就是由於它自己都做了這個量化寬鬆的政策的時候 其實大量的油資就在市場上 包括以前的油資 還有它在這兩年發行的 即是印發的鈔票造成的通貨膨脹危機 第一這個通貨膨脹危機 如果是一個預期性通貨膨脹的時候 基本上的症狀就是不會有人再生產 而是從事投機 由於石油價格飄升和人民幣不斷地升值 其實出現滯漲的機會不是少 兩個漲的因素都是不足以令到通貨收縮 應該是通貨膨脹的 這個通貨膨脹造成的經濟停滯 而不能夠令通貨膨脹稍微削減的時候 所以說中國未來面對通貨膨脹的機會不是少 第二個就是香港的問題 香港亦都是差不多 因為我們大部分都是靠輸入東西進來 所以其實我們很受外衛的因素影響 而我們的整個市場 都已經轉化了以服務業、金融業、旅遊業為主 所以其實我們的增值能力是否有這麼快 我們能否在未來的世界出現一個雙底衰退的時候 要有的話我們應該就去哪裏 其實大家都不知道 還有一件事大家都要留意 就是我們之前都有說過 如果未來的日子其實 中央政府不能有效控制通脹 或者甚至是你會見到其實 就是由通脹帶來對於一些低下階層 弱勢社群他們的生活受到一個很大的衝擊 據聞就是說其實我們經常都說 逢星期日有這個《莫理花革命》 但可能大家都不知道 有這個奇英版《莫理花革命》 奇英版《莫理花革命》是甚麼呢 就是原來因為你知道其實有很多已經退一個工人 他每月其實都能夠透過一些很微薄的退休金為新 但因為內地通脹升得那麼厲害 其實這些退休金已經不能夠支付到他們日常的生活 於是其實中國有某些城市可以開始出現到 就是有一些退休的老人家 即是他用一種《莫理花式》的一種方法去抗爭 最主要很簡單就是 可能就是某時某日 大家約在某個地方 然後大家在這裏抓一下棋 吹一下水 聊一下 當然你知道就是年輕版《莫理花革命》被人打壓到很厲害 但仍然都繼續生長 但官方對於這個奇英版《莫理花革命》 似乎就不敢落那麼重手 可能都說了就是 你知道的 你越樹立病更多 你自己的打壓成本也越來越高 所以我想 其實長毛可不可以在這裏做一個 節目結束之前做一個很簡單的總結 彭青華叫我們要像愛護自己的母親 那樣愛護自己的國家 那我就說了 這個苦毒不吃而 我未聽過一個媽媽吃自己的親骨肉 你一黨專政 因父之名 假設這個國家 將自己打扮成為 所謂一個 照顧人民利益的國家 來要別人愛護你 真是多餘的 我就覺得 各位年輕的朋友 好似愛護你的眼睛一樣 愛護你的權利 愛護你的自由 是不是 戴眼色人 不要讓這個 一個後底那 或者一個 變態老母 變態老母 是人虐待你 就是這麼簡單 這個就是彭青華 教導我們 對他的回答 都不要說毛主席 我給他一段語錄 這個就是 世界是你們的 也是我們的 但是歸根結底是你們的 你們青年人 朝氣蓬勃 早上八九點鐘的太陽 西街是屬於你們的 你這個彭青華懂不懂 你經常教訓年青人 你未試過年青嗎 好 就這樣 拜拜